哦 我又遇到这只蓝猫了 五天前 一位大姐在喂流浪猫时遇到一只蓝猫 不知道她从哪跑出来混进了猫群里 大姐当时没在意 回家后却听别人说蓝猫要是被抛弃或者流浪了 她存活的几率很小 大姐听完赶紧回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寻找 果然很快发现了她 快来吃吧 快吃啊 你是被人抛弃了还是自己出来玩的呀 啊 我怎么觉得你是自己出来玩的呢 不过看这个狼吞虎咽这个样子 好像不像是家养的吧 家养的不能饿成这样吧 大姐给小猫咬了几勺猫粮 她迫不及待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看着她鸡肠碌碌的样子 大姐怀疑她不是只家养猫 如果有人饲养不应该饿成这副模样 从那以后 大姐每天都会单独过来喂她 小猫性格温顺乖巧 对头喂她的好心人也表现得异常亲切 大姐抚摸她更是一脸享受 仔细打量这小家伙 她浑身灰色的毛发 深邃的大眼睛尤为可爱 大姐给她取名小灰灰 再连续喂了几天后 小灰灰被大姐熟络起来 随便怎么录都行了 瞧她一脸得意的样子 大姐心想再喂几回便可以把她拐回家了 哎呦真乖乖真乖乖 哎呀性格真好 嗯 可能再喂两次 阿姨就可以带回家了 是不是小灰灰 抱起来了兄弟们 特别温柔 性格特别好 谁给你丢了 还是你自己走丢了 你不怕人是不是 真乖 几天后 小猫对大姐彻底放下戒备心 对她产生了依赖 这让大姐很开心 她表示小灰灰跟其他流浪猫不同 其他小猫看到 她拿了食物过来 会蜂拥而至 轰强而光 小灰灰则安静地在旁边 看着不强也不叫 高贵地像个小公主 只有大姐主动喂她 她才会靠近吃起来 更别说与其他流浪猫为伍了 不难看出 她是一只有素质 且极其温柔的小猫 大姐对小灰灰有着 明目张胆的偏爱 她会带给她 其他流浪猫都没有的肉零食 还会特意陪她晒太阳 当她发现 小灰灰下巴受伤时 更会拿上消毒药水 帮她消炎 起初 小灰灰很抗拒 躲得远远的 在一番折腾后 大姐也如愿帮她 消炎伤口了 后来才知道 是小家伙经常用 她脏兮兮的爪子 去挠痒痒 导致只有轻微划痕的 伤口发炎了 在帮小猫 涂了几次药后 小家伙也彻底 赖上了大姐 寸步步离跟在身后 本以为是跟着她回家 没想到抱到门口时 她拼命挣扎 死活不肯进去 她可能知道 我要把她抱回去 现在老躲着我 下来吧 小祖宗 能不能下来 天天玩藏闷闷了 这个洞进去 那个洞哭了 喂 树枝子扎你啊 能不能下来 下来 下来 你还打我 下 找本事了 你打我 下来 下来 经过一番折腾后 大姐终于把小灰灰抱回家了 除了她外 大姐家还另外养了一个橘猫 两只小家伙第一次见面 便剑拔弩张 面对突然出现的不速之客 小橘猫一脸警惕 心都提到嗓子眼上 大姐本来想教小灰灰 在猫杀堆里解决大小便 没想到小家伙 竟蹲在里面不肯出来 小橘猫在一旁气急败坏的样子 真让人哭笑不得 初来乍到的小灰灰 对新家的一切都感到好奇 她到处嗅着闻着 似乎在努力熟悉新家的味道 面对小灰灰的一举一动 小橘猫神经紧绷 她死死盯着她 不肯走开半步 生怕别人抢走了自己的霸主地位 在往后的日子里 大姐精心照顾着小灰灰 她享受着以前流浪生活 从没有过的待遇 也不知是不是以前饿怕了 现在一天能炫好几盘猫粮 这饭量足度是小橘猫的两倍 不得不说汗也太能吃了 两个月后 小灰灰变成了大灰灰 她长大了也长胖了 从当初刚捡回来的瘦小模样 变成现在胖乎乎的家养猫 也变得更加庸满 小灰灰平时最喜欢在阳光下晒太阳 爱炫饭爱睡懒觉 或许她从没想过 能过上这惬意又舒适的生活吧 谢谢大姐当初的暖心救助 努力把她带回家 是你每天的暖心照顾 才给了她如此美好幸福的生活 好了 这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我的视频 大家点赞关注评论 期待下期再见